欢迎收看生活故事会 我是讲故事的人黄梅子 今天我们来讲讲即将被关闭的地狱之门 在土库曼斯坦沙漠的深处 有一个被称为地狱之门的网红打卡景点 一个直径接近70米熊熊燃烧的火坑 从天空往下看就像是一个上帝的煤气灶 但是目前科学家正打算想办法将其熄灭 2022年6月24号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了 土库曼斯坦国家天然气公司下属的一个研究所的科学家 提出了一项计划 准备实时关闭 达尔瓦扎省一个燃烧了半个多世纪的一口天然气井 早在2021年1月8号 今日俄罗斯报纸就曾经刊文报道 土库曼斯坦总统哈梅多夫已经下令要扑灭地狱之门的大火 因为这里每年烧掉天文数字般的天然气 原本可以为土库曼斯坦带来大把的美元 而现在则仅仅只是夜空中地球上最亮的那个地方 那么怎么灭火呢 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方法 准备在该地区钻出一口井将火坑内的天然气引出天然气管道 以釜底抽新的方式断绝这个燃烧气井的气源 从而达到灭火和引出天然气两个目的 这就像是一个燃烧的煤气灶无法灭火 现在用一个方法将煤气管切断 重新引出一个接口装上开关 这个计划看起来非常靠谱 但事实上却很可能非常困难 而且最有可能的是根本于事无补 想要了解究竟以哪种方式灭火比较合适 必须得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燃烧的巨型气坑 地狱之门是怎么来的 这个地狱之门还有一个名字是达瓦扎天然气坑 这是一个直径69米深度为30米 面积达到5350平方米的巨型火坑 也有人形容它为上帝的煤气灶 这个上帝的煤气灶是苏联地质勘探队搞出来的 因为当年土库曼斯坦曾经是 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 当年也是苏联的领土 1971年前苏联的一个地质勘探队 来到这里寻找油气资源 苏联的地质学家认为这里的地质结构 比较容易形成油气层 因此派了个地质勘探队打几个井踩个样看看 你还别说苏联地质学家的眼光还是非常毒的 刚打开没多久就出现了工业气流 这表示地下的天然气蕴藏量相当不错 接下来就是风景等待工业开采 但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地质勘探队钻井所在的区域出现了塌方 尽管工程师们都跑了出来 但钻井却倒在了塌方的区域下 这些工程师们眼睁睁地看着他方的区域不断扩大 最后形成了一个将近70米长30米深的超级大坑 这些天然气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一般来说天然气都是无色无味的 但有的刚开采出来的天然气会有硫化氢 以及其他气体会有一些刺激性的味道 苏联地质勘探队直接一把火将其点燃了 因为这是天然气泄露最佳的操作方式 第一天然气井本来就会将多余的天然气给点了 第二则是这个大坑冒着天然气非常危险烧了干净 但就是这一无星之举 意外的让这里成为了土库曼斯坦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原本工程师们以为这个坑就烧个几天就完事了 但结果这一烧就烧了五十多年 游客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将这个熊熊燃烧的火坑 命名为地狱之门 结果它的原名却反而很少被人知道 根据科学家估计 每天这里烧掉的天然气价值八万美元 五十多年来已经烧掉了十几亿美元 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土库曼斯坦油气再多也不会嫌钱少啊 本来还指望这个网红景点 能为土库曼斯坦带来一些经济收入 比如土国也曾积极推销 在2018年的时候 曾经将其作为汽车拉力赛的过夜停靠点 不过游客仍然非常少 因为这里地处沙漠深处 交通非常不便 每年到达这里的游客不足一千名 性价比实在是太低了 这也许就是土库曼斯坦总统想要撲灭其火灾 为土国创收的想法来源 其实想要撲灭地狱之门大火的想法 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2001年 土国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是想要灭火又谈何容易呢 因为土国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灭火 如果只是灭火 大不了将这个坑填满就是了 但他们想要的是把气引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在如此聚坑下面 有无数个通向表面的天然气管道 到底哪一条才是通向主气藏区域的呢 科学家们能耐再大 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条 因此灭火没有经济效益 土国显然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 毕竟灭火一旦开始 这个景点就灰了 要是不成功 那么以后将没有天然气 也不再有这个地狱之门著名的景点 这可让科学家们压力山大呢 不过这一次应该是距离石操最接近的一次 科学家已经规划出了具体的计划 也许他们真的找到了某种比较适合的方式 可以打一个井 将这些气流节流并输送出来 变成土国可以出口的天然气 预祝他们好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